古安城 长春桥这边 金园 然后等下去看看吧 看看有没有宝贝 人不多 地下室啊地下室的一个关城 首先这家是和田月 但是这边还没开门 然后楼底下应该是花卉 也不开灯也不开门 这是干啥 这是餐厅吗 说相声的 啊相声 相声一个剧场 和田月其实每个古安城都有一个和田月啊 因为咱们传统的文化古安啊什么的 都离不了这个玉文化 玉石 好多人喜欢玉石 他主要就是说玉石文化沉淀的太久了 这个莲花 这个莲花 额溜的 好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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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开油气垫是比较慢节奏 早上一般过来开门 这会都九点半了吧 这边好的浴室还是不少 这边浴室还是不少 这圈椅不错 名是素圈椅 卖家具 说这些东西 紫珊瑚 蝙蝠红带 视频 刚换的 我刚刚看他们把这个 紫然湖换了一批 北京的浴室啊 古玩还是比较多的 比大部分城市啊 它这个 玩的商圈啊 包括古玩城啊 还有一些藏品的数量 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 东西绝对是够多 啊 小谷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不多啊 搞得跟我这个我个人装厂一样 之前去那个扬州 亚洲那个鱼器博物馆 中国鱼器博物馆 就是鱼器厂 这家伙一个人看也没有 就我一个人看 专厂去补厂那一样 但是他这个都没开门啊 看着都费劲 没开门也没开灯 然后 古玩城的货一般比较杂 但是你看要是喝天玉啊什么的 才会挨着 包括买古玩的也是会 都经营一些古玩 浴室菜宝之类的 一般的古玩城就是说 有一层 一层 玩浴室比较多 但也不绝对 一层 一层 尤其是 一层 百层 平时不知道有没有人来照看这些店铺 在家里面有没有人来照看这些店铺 在家里面有一个家庭的盆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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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咱来走了 还是咋的 没看见人 他这相声应该是 相声杀手开始说 北京的像这样的管城好多个啊 那不是一个 我们首都地方面积比较大 然后人口比较多 受众也比较多 红皮 转够圈了 转够圈了 楼底下是一些花花草层 行就这样子吧 好 好 谢谢大家